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及南开区开设三家德云剧场 势必德云社要在天津这个相声之乡发扬光大 这回天津德云社分社开业 郭德纲更是登门邀请马志明出席开业仪式 天津相声界名家辈出 如今跟马志明同辈的还有好些位 比郭德纲大一辈的就更多 但只有马志明一人出席了德云社天津分社的开业仪式 对此 马志明解释说 郭德纲对他很尊重而且很朴实 跑到家里一再邀请出席 我本来有点处不好赶来的 但是情不可缺吧 两人平时的交情也是非常的好 另外咱们天津这个德云剧场成立 得益于我们市里头和我们河北区这么些领导的爱护支持 我就更不应当不来了 我今天为什么来了呢 因为这个邱哥们对我很尊重 而且我从主上跑到我家的时候 一再要求我出席 我本来有点处不好赶来的 但是情不可缺吧 就是咱们的交情 对外面咱们这个天津这个德云剧场成立 随后马志明还主动提到另外一件事 马志明称对封建门户还有辈分极为反感 有很多朋友见面都称少马爷 经常跟记者朋友托付 表达心意叫少马不要爷 这一席话可以说是正面回应 曲鞋发布的倡议书 背负 极为反感 我长时间都没有做事 我们的朋友见面都知道 少马爷 我当时 可怜都要 咱们这个年轻说 我跟记者朋友也经常说 表达我这心意 但是随后也表示 我父亲叫老马 我叫少马 但是无论多大年龄 掉了牙 在观众面前 我们都是孩子 是晚辈 我们要为观众服务 观众是我们的衣食父母 我妈妈的老马 我算少马 你给我欠了 不管你的演员多个字 你七十七八十八 多么就掉了牙 怎么样 在观众面前 我们这孩子 做了 谢谢你 谢谢你 我们记得您的衣食 郭德纲在一旁也是应声同意 这一席话可以说是说到郭德纲的心坎里了 郭德纲一直也是像大石化唱的那样 将自己的观众当作衣食父母 马志明的这一番话 可以说是直击取邪的要害 如果连观众都没有认可 那还谈什么发展 谈什么传承 归根结底 还是要为观众服务 德云社的男子天团的粉丝能力 可以说是任何其他相声团体 无法比拟的 张云雷的宁萌 老秦的白月光 郭德纲的老河部队 德云社的德云社女孩 德云社的观众缘 可以说是相当的好 马志明前辈 不愧是老江湖啊 可以说是一位端水大师啊 既正面的回应了取邪 不支持辈分 去其糟粕 取其精华 又直击取邪要害 不得观众缘 相声行业 可以说 无论到什么时候都需要观众 有观众喜欢你 才能发展下去 你可以要求演员 但到什么时候 都没办法要求观众 就像德云社的小剧场 你可以要求演员 不说伦理梗 但是你没办法要求观众 不超便宜 就像孟贺堂的万人一起胡顶棚 如今的德云社演制人员多达400多位 如今的德云社发展方面也不仅仅存在相声舞台 例如综艺 歌曲 电视剧电影 王慧都有德云社众弟子的身影 而德云社对待观众也可以说是亲生父母一样 在德云社的开业当天 师娘王慧看着外面街道站满的粉丝忍不住落泪 师娘更是让人给粉丝们送上水和饮料 相声演员和观众的关系 就像九南说的那样 与水一家亲 曾经在段子上看到过一句调侃郭德纲的话 没有郭德纲相声已经黄了 有了郭德纲之后相声更黄了 虽然这是一句调侃 但不得不说是郭德纲拯救了即将步入黄昏的相声 尽管有很多人不想去承认 也有很多人无底线的去黑去喷 但不得不承认 若是没有郭德纲 相声可能早已经离开了观众的视线 你们觉得呢